一个人不重视不尊敬鬼神 你的麻烦会很多 而且都是不知不觉的 出乎意料的 你不重视祭祀 你就得不到祖先的福报 你得不到 祖先要不要穿衣服 不知道 祖先要不要用钱 不知道 祖先会怎么样 不知道 我们所重视的是 您跟祖先的感应怎么样 您跟家里有个佛堂 然后旁边有个祖先的牌位 你会发现 你有很多事情 不方便跟别人商量的 你会点香 然后跟他谈半天 其实是自我对谈 其实是自己告诉自己 那个叫感应 那叫感应 就是自问自答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第一个他跟你保密 第二个他不会害你 第三个你会很奉心的把真心话说出来 你真心话很难告诉别人 拿两个人 你就要把真心话说出来以后 你就得到答案 各位可以去试 因为那时候你的良心就呈现 就呈现 我们是始终不敢面对自己的良心 始终不敢 这叫做什么 骗自己 你只有这样才了解 为什么孔子老告诉你 不要骗自己 不要骗自己 西方人从来没有告诉你 不要骗自己 西方人一辈子告诉你 不要骗别人 只有中国人告诉你 千万不要骗自己 意思就是说 你有本事去骗别人吗 那老骗自己干什么 这就对了 你骗别人 对他是考验 有什么坏处 他会上当 也是他的修养不够 他不会上当 他就自己有防卫能力 他会上当